寶陶說沿著電線公牌, 望向東邊 那裡有一個草叢, 寶物就在草叢裡面 但是我們會不會找不到寶物? 當然不會, 我們是智勇三人組 好像有東西收起來 是呀! 波羅斯, 波羅斯, 我們找到寶物 原來是一套故事連環圖 還有一個紅色的錦囊 寶物原來是一本民間故事的故事書 和一個藍色的錦囊 我們的寶物有一個錄音機 歷史故事錄音帶 我們的錦囊是綠色的 波羅斯, 可否找到錦囊有甚麼 慢著, 錦囊暫時由我保管 剛才大家找寶物只是前袖 揭開寶物的奧秘, 只是汽玉 是故事而已, 有甚麼奧秘 不是, 只是女孩子 那就要你們自己去發掘了 今晚每早準備一下 明天將故事告訴大家 到時再打開錦囊, 看看啟示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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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靜止 我們現在開始講故事了 好呀, 我們先聽紅組說甚麼故事 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 盡國的諸侯叫盡平公 他有一位大臣叫齊皇羊 有一次, 盡平公召見齊皇羊 齊大夫, 南洋院有個院長的空缺 這個院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我打算派一個精明的人去做這個位 你幫我想想應該派誰去 大王, 泰湖就是最合適的人選了 他一定能夠做得很好的 蛤? 泰湖不是你的仇人嗎? 為甚麼你會推薦你的仇人呢? 大王, 你只問我哪個人最合適 最能夠升任做南洋院院長的職位 但是你沒有問我, 蟹湖是否我的仇人呢? 你... 鎮平公於是就派蟹湖去南洋院做院長 蟹湖到任之後 蟹湖裏面的百姓做了好多好事 大家都稱重他, 說他是一個苦官 說了一段日子 鎮平公見到蟹王羊, 又有事要問他 蟹大夫, 你來得剛剛好 我有事跟你商量 是甚麼事啊, 大王 現在朝廷裏面缺少了一位法官 你想想, 誰升任做法官這個職位呢? 我兒子, 蟹湖最升任 蟹湖? 蟹大夫, 你不是開玩笑嗎? 蟹湖是你的兒子 你推薦你的兒子做鑑哥的職位 不怕人家在背後說你閒話嗎? 大王, 你只是問我 誰可以升任做法官這個位 我認為蟹湖最合適 所以我就推薦五兒 你沒有問我, 五兒是否我的兒子啊? 俊平公於是就派蟹五去做法官 蟹五到任之後, 非常公正言明 是人民做了好多好事 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愛戴 是 故事到這裡就說完了 太好了 你們說得很好 蟹老師, 我實在不明白 蟹黃羊為何會推薦蟹湖做官 仇人, 我一定會討厭他 你說不是 是呀 他又推薦自己的兒子 怎會好意思 是呀 是呀, 是呀 這就是故事要表達的東西 我們首先分析一下 蟹黃羊為何要這樣做 他認為蟹湖和蟹五適合做這些官職 那結果是怎樣 結果證明他眼光很好 蟹湖上任之後做了很多好事 人人都贊他的好官 至於他的兒子 蟹五亦非常公正言明 好得到百姓的愛戴和信任 嗯 那就是說 蟹黃羊推薦人選的時候 他最主要考慮的是甚麼 主要考慮這個人 是不是適合做這個職位 而不理會他是仇人還是親人 啊, 我明白了 這就是故事要表達的東西 即是故事的主子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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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故事呢 只是聽內容是不夠的 最重要就是掌握故事的主子 方老師, 現在可以打開錦囊沒有 我們真是好想看呀 是呀 好吧 就由你去打開啦 這是甚麼來的 這是甚麼來的 那些吧 那些吧 給我看看 給我看看 這麼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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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舉不備囚 內舉不備指 囚是仇人的意思 你們細心地想想這兩句的意思 其實你們已經認識了 你們認識了嗎 你們認識嗎 你們認識嗎 你們認識呀 嗯 外舉是指推薦地方官員 那樣內舉就是推薦朝廷官員 嗯 這兩句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故事裡的主子 那你想到是甚麼成語沒有呀 啊 我猜到了 是大公巫師呀 嗯 大公巫師我也認識 嗯 對了 你們猜得很對 大公巫師這句成語呢 就是出自奇王人這個故事的 嗯 曾子奇 你說你認識大公巫師這句成語 你知不知道怎麼用的 我都沒用過 是呀 那其他同學呢 你們可不可以說一下大公巫師這句成語 在甚麼情況可以用 嗯 有一次我看到班長告訴老師聽 劉小英把班房圖書的一幅圖畫撕走了 大家都知道 劉小英和班長是最好的同學 我覺得她這樣做真的是大公巫師 大公巫師是形容做事極為公正 以大眾利益著想 全無個人私心 你們現在已經明白這句成語的用法 方老師呀 這樣又算不算得到寶物呀 你們說呢 當然啦 好 好 好 那邊走 我們 各位 我們的故事是廉婆和論相遇 是一個歷史故事來的 讓大家小心欣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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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國時候 秦國恥著國勢強大 想騙取趙國的國寶和氏璧 大神問相遇 憑著他的才智和勇敢 為趙國保存了和氏璧 其後 趙王應秦王的邀請 在敏池那個地方會面 會面 會面的時候 秦王多次想侮辱趙王 論相遇都一一為趙王化解 使趙王的顏面得以保持 也都令到敏池之會圓滿而還 返回趙國之後 趙王認為論相遇有莫大的功勞 於是拜祂做上卿 地位還在蓮婆將軍之上 蓮婆將軍知道這件事之後 非常之麻服氣 哼 我為趙國出生入死 在大小戰役裡 立下夢數戰局 才有今年的地位 梁相遇 這個芝麻綠豆的小官 算是甚麼 就憑一張會說話的嘴 地位竟然趴在我頭上 哼 下次見面 我一定要給她點顏色看的 這些說話 很快就傳到論相遇的耳朵 相遇於是假裝有病 不想潮 避開蓮婆 有一次 相遇的車 和蓮婆的車 在路上相遇 車夫 車夫 馬上將車退到後方 等蓮將軍的車走了才行 相遇的朋友知道這件事 都習慣相遇沒有志氣 不肯再跟她 相遇跟他們說 你們覺得蓮將軍和秦皇比較 哪一個更有權勢 秦皇是一國之軍 當然是秦皇 我連秦皇都不怕 那怎會怕蓮將軍呢 但是 你又不為自己身邊 又處處躲避蓮將軍 好像怕了他 嗯 我認為秦皇之所以 不敢欺負我們趙國 就是因為有蓮將軍和我在前 如果我們兩個不和 秦皇一定會成虛而入 所以我才處處隱讓和回避他 啊 雙爺原來是有這樣的苦心 過了幾天 有人將這番說話說給蓮婆聽 一向高傲的蓮婆 頓時羞愧得無地自容 事前上後 於是坦號了上身 背著一根經象 走到雙魚家門前 請求雙魚原諒他 我只是一個粗人 不夠氣糧 請雙爺請不 咦 將軍能夠原諒我 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還怎敢要將軍向我賠罪呢 自此之後 蓮婆和倫雙魚兩人 不但兵式前嚴 而且還成為世童生死的好朋友 你們嘗試將故事發生的背景 人物 情節和結局說出來 我先說 故事是發生在戰國時代 當時秦國貼著自己去大國 上課趙國 故事人物有秦王 趙王 蓮婆 倫雙魚 和他的朋友 故事是說倫雙魚 由於立了大功 趙王封他做國上 地位還在廉將軍之上 廉將軍知道之後 就很不服氣 聲言要當面侮辱他 那倫雙魚有甚麼反應 倫雙魚處處迴避廉將軍 因為不想和他有正面的衝突 故事跟著怎麼發展呢 後來倫雙魚處處迴避 是為了國家的安危 就覺得很慚愧 於是他脫了上衣 背著經象 走到倫雙魚的家 請求原諒 倫雙魚結果有沒有原諒他 有 倫雙魚不僅原諒了他 他們還成為了 生死之交的好朋友 你們都頗留心聽這個故事 方老師 我們的錦樓還未打開 好了 由你去拆開 走到你了 你了 哇 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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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